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先来一个宝塔面板的基本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宝塔面板的首页 它的网址是3w.bt.cn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频道设置 我用到的主要是Linux免费版 它还有Linux专业版 还有Windows版 在这选择Linux免费版 当前版本是6.9免费版 永久免费 宝塔面板 它就是一个软件 运行在Linux系统上一个软件 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选择主机 一般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服务器 另一种是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比较便宜 但是它的性能比较弱 相当于是租的房子 也会受到很多限制 服务器现在也是越来越便宜 但是服务器一般只配备一个空的系统 比如Linux或者是CenterOS 我们做好的网站 不能直接放在这个空的系统上 它需要Apaq或者是NGX这种服务平台 另外它还需要FTP服务 用于上传和下载文件 它还需要买Circle数据库 像这些服务其实也是软件 如果在一个Linux服务器上 安装这些软件就需要比较高的经验值了 一般小白用户是比较头疼的 宝塔Linux面板解决的就是这个痛点 这个面板软件并不大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宝塔面板这个软件 使用可视化的面板 安装NGX或者是Apaq MyCircle PHP 以及对这些软件进行设置 都是在网页端可视化界面下进行的 这一下子就降低了服务器 安装和管理维护的难度 另外这个软件还是免费的 宝塔面板还一直在更新 我去年春天用的是5点几的版本 现在已经到6.9了 估计明年会到7.0 这节课是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 我们之前的那个宝塔介绍 介绍的比较详细 喜欢的同学可以看一下那个课时 那么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